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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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章骂电就是正月十六的事情 这孩子现在四个多月五个月 就是这岁数 九月初九的生日 间因为那天登高节 所以他叫五灯 我给起的名字 猪他一琢磨 那我就在这五灯的前面加个猪字 我就给他起面叫猪五灯 日后你们父子相见 叫猪五灯的就是您的儿子 好吧 这段书叫做猪家庄继子 您奔哪啊 我现在得奔河北凤鸣关 到那去找我的岳父 河北凤鸣关的总镇 李子通投靠他老人家借兵报仇 都说清楚了 这儿吃饱了 五云照这马也缓上来了 五云照二次配挂整齐 上马踢枪 离去了 猪家庄可就投奔凤鸣关了 搁下五云照走 暂且不表 花开两朵 各展一枝 咱们可就翻回头来接着说这猪菜 张德露说您把这东西拖下来赶紧啊 送回庙里去 刀也给插好了 把这盔甲也得给拌上 别露馅 猪菜说干什么 干什么 好 一会儿万一 这宇文成都跟上师徒要明白过味儿了 找回来 一看您这儿还伴着呢 那咱不就露馅了吗 您也打不过他们 现在您可有责任了 侯爷的孩子在您这儿呢 对对对对 把孩子交老太太藏起来 朱灿可就奔老爷庙了 把这盔甲呀 拖下来 往这老爷庙啊 这个周仓的泥摊像上往上装 都给办好了 他跟张德露不一样 张德露啊是个戏人 他是个粗人 他是砍柴的 荒手抹脚这么一比划 这刀啊应该往里插呀 他不插 他拿着这刀啊 往这周仓手里面推 这刀啊 他没插进去呀 他倒啊 他一瞧啊 上边这只手是扶刀头的 下边这手是拢刀杆的 这天然的一窟窿 应该把这刀钻插进去 他嫌费事 他一伸手啊 一勾 周仓的大母哥 本 他把周仓的大母哥呀 给撅开了 撅开之后呢 他没给撅舌了 还练着一点 他把这刀啊 就按在这上面 然后他把这大母哥呢 往回一推 拢着这刀杆 你还别说真拢住了 这周仓一捧这刀 这大母哥挡着 跟那站着 他奔一下 顺香案蹦下来了 他刚走 宇文成都就来了 谁带来的 张德露带来的 那人说宇文成都 二次到朱家庄干嘛来了 他明白过来了 上师徒拉着宇文成都那马呀 这一口气跑出够二十多里地去 宇文成都 别跑 别跑 站着 上总兵 你拉着我跑 什么呀 天宝将军还不跑呢 周仓险胜了 您的能威再高 您打得过汉周仓去吗 是啊 我是打不过汉周仓 他是神仙 这汉周仓 跑咱们随朝干嘛来了 周仓能显胜吗 跑这二十多里地啊 这宇文成都有点回过味来了 我怎么瞧那不像神仙 那神仙不都腾云驾雾吗 那位怎么从小山边蹦下来的 拖着那口刀往那一站我瞧 也不像有多高的把势 不瞧 我得回去再瞧瞧去 上十度一琢磨回去就回去 怎么 跑出二十多里地了 这二十多里地再跑回去 武云照早跑了 只要武云照跑了啊 我回到虎牢关见老娘就好交付 上十度说行啊 我陪着您回去 真周仓也罢 假周仓也罢 咱查的一个水乐石出 好 走 二人调转码头又跑回来了 还跑到朱家庄庄口外的小山邦那 就是刚才朱餐蹦下来那地方 俩人一瞧武云照的马蹄印 捋着这马蹄印可就到了朱家庄了 一瞧 靠着山 山根下边一小村子 说落落这么几十户人家 估计这小村也就百十多口的人 找人吧 找个老乡一问你们这有地方没有 老乡说有地方 传地方 那老乡还不赶紧给找去 为什么一看二位跨马将军 威风凛凛不敢怠慢 把张德露给喊来了 张德露心了话说呀 亏了我长心眼还真回来了 张德露一溜小跑就来了 呦 二位将军 他也不知道这二位将军的官多大 其实他听武云照说的姓什么叫什么 假装不知道 二位将军 您找晓得我呀 宇文成都骑着汤河居上低头这么一瞧 你是本地的地方啊 不错 我是那儿的地方 这叫什么地方呀 这叫朱家庄 往山上的走是坟地 叫朱家坟 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我姓张 我叫张德露 这是姓朱的人多呀 不错 大半姓朱 我们是外姓来的 从我爷爷那辈儿搬到这儿来的 哦 朱家庄的人你都认识 和老少三辈儿 差不多都认得 你们这村子里头有舟舱没有啊 啊 你问什么 村子里有舟舱没有 有 太有了 嗯 宇文成都一听 回头一看上师都 上师都说 您问他 舟舱在哪 对 舟舱在哪里 哪有舟舱 老爷庙啊 你看见没有 就离着不远 那有个老爷庙 庙里都有舟舱 老爷庙有舟舱 那是正参啊 哦 难道说你们朱家庄的老爷庙 有灵有盛的 这舟舱能显胜吗 好 头肩带路 是 张德露算计着 这朱灿哪 已经啊 把这盔甲给拌上 刀也安回去了 所以头肩带着二位将军 那个小村子里道挺窄 二位那马呀 就不方便了 顺马上下来 把马匹搁到外头 两个人可低了这家伙 低了这家伙 跟着张德露就来到了官地庙面前 这老爷庙啊 您可听明白了 不是那大官地庙 都是老爷庙 这庙有大有小 您要看那阔官地庙 好大了去了 前后几进的大院子 庙产丰富 这小庙啊 就一进院子 顺小山门进去 就是正殿 殿上的呢 供的可就是老爷 咱说了 当家是个老爷像 是个坐像 坐看春秋 搂着这胡子眯凤眼 这边这官平呢 拉着赤头马 这边这周苍呢 捧着这口刀 张德露到门口不进来 二位老爷 将军 您看没有 这就是老爷像 您看那不就周苍吗 说着话拿手一指 俩人站在门外的一瞧 可不是吗 这盔甲这刀还真眼熟 仿佛就是刚才那周苍拿着 但这是个泥摊 他跌了这躺 宇文成都脉步 可就进了小庙 到这小庙里头一戳这躺 把这躺啊 就靠到门上了 他一扎死腰 他看这周苍 正当家的老爷像 这边官平 这边周苍 他给这周苍项面 周苍 难道说 你真的险生了吗 大就五云照不成 这周苍没理他 废话 那泥摊能理他吗 这周苍捧着刀 还在这站 这周苍一不圆 大爷宇文成都来尽了 微微的冷笑 哈哈哈哈 哼 我量你木雕泥塑 也不能险上 他拿手啊 啪 就这么一拍这香案 可坏了 怎么 刚才朱灿着急啊 给这周苍大母哥掰折了 把这刀啊 就扶搁着 这刀呢 你可听明白了 在这周苍手里头捧着 上面这手啊 就扶着刀头 下面这手拢着这刀杆 全靠这大母哥 这大母哥现在扶搁着 这刀就这立 这刀头 上面是刀尖 这是外刃 这刃呢 整对着宇文成都 宇文成都不知道吗 宇文成都一拍这桌子 这桌子上这神像一震动 这大母哥下来了 本来就那扶摆着嘛 大母哥一下来 这刀动 晃悠一下 紧跟着刹 说这周苍怀里这刀 批下来了 您琢磨琢磨 宇文成都一拍完这桌子 就觉得这风声一动 大将军 还得说是宇文成都有能耐 这样一般人这一刀啊 真下来了 就批上了 说这刀也没人抡 批一下能怎么着 这刀可开了认了 真要批正着 也得来个重伤 唰啦一下这刀下来了 就觉得脑袋上的恶风不善 宇文成都塑井藏头大哈腰 你别看宇文成都这么大的个子 把设好 腰腿功夫最灵 这让我呀完了 为什么哈不下腰去 宇文成都塑井藏头大哈腰 这刀一涮这身子 这刀啊就贴着他肩头 吹他下去了 吊的地上愣把地上铺的砖啊 给砸碎了 就这一下下得宇文成都浑身的冷汗 上师徒在门口一瞧啊 他这回连拉宇文成都都不拉了 了不得拉二次险胜跑啊 他是真能起哄 低了这低炉枪 没头就跑 到村口翻身上马 他先走了 宇文成都一瞧 好厉害的周仓啊 顺手门上一抄自己这条塔 头也不回 他也跑出来了 这下可吓坏了 这跟前没人呢 你说不是险胜 他都不信了 我跟这神像啊 拿手指着这神像有点不恭敬 周仓老爷怪罪下来给我一刀 亏我跑得快呀 真吓着了 其实他要不跑 在地上一找 找着大目哥破案了 他这唬人迷信呢 低了大唐 跑出来翻身上了汤河居 跟着上师徒一块跑回到南阳关 给南阳关 他们现在已经拿下来了 这个追武云照 韩秦虎指挥大军已然进了南阳关了 当南阳关一瞧 南阳口武云照的府里边 夫人已然自尽 血溅后堂 剩下都婆子老妈子 亚伤跟使唤人 那 韩秦虎也不为难 把这些人全看起来 出榜安民 现在反叛 武云照已然拘罪逃跑了 这儿是宇文成都跟上师徒 回来见韩秦虎 两个人倒没说瞎话 就把周苍显胜的这事 跟韩秦虎一说 韩秦虎听着也是将信将疑 心里边暗念弥陀佛 老天保佑 总算是忠良有福 保住这衣脉香烟 周苍真险胜也罢 假险胜也罢 云照只跑了就得了 论功行赏大牌夜宴 虽然没拿着反叛 武云照 但是 总算南阳关算脚平了 就剩武云照一个人 小泥球他也翻不起 多大的风浪 这才打了一刀奏折 可就打到了长安城 过了那么些日子 杨广可就回复了 派使臣来见老将韩秦虎 说老将军征战立功 已然报完节 回到长安城要论功行赏 让宇文成都马叔某 保着一块回长安 那么上师徒自回虎牢关 回自己的训地 这都不必戏表 大军渐渐就撤出南阳关 赶韩秦虎跟宇文成都 马叔某要回去的时候呢 朝里边又派了一个人 干嘛呀 接任南阳关 为南阳关的总任 交接完公务 韩秦虎走了 这位就上任了 新来的这位南阳关的总兵姓张 叫张大新 张大新是谁呀 张大新是兵部大司马张大斌的亲弟弟 就因为这哥哥当着兵部司马 张大新呢连跃多着急 现在要放外任 张大斌走奸向宇文化级的门子 在杨广面前力见大新 这才把自己的亲兄的张大新 放外任 放到南阳 这南阳这地方啊 是个肥差 这地方出产相当丰厚 您别叫张大新没能呢 但可会搂 喝 他哥哥临出来的时候 一再嘱咐他 不能埋没了宇文相爷的这一片好心 张大新信了话说 您放心吧哥哥 到任上我先搂他十万八万的银子 好孝敬相爷跟你老人家 带着这种思想张大新 带着人可就到了南阳关了 到南阳关呢 可就把南阳关原来五云照手下的人呢 全都聚集来了 说同样说得家捐家税 而且得交孝敬钱 派了很多的捐木 这些人都是南阳侯五云照手里的人呢 南阳侯呢 人多清廉呢 大伙一瞧坏了 换了一个张大新呢 是虎狼之辈 这个人呢 大大的贪官 在他手底下呀 好不着 咱们也不缺这个德 不能坑老百姓 好多原先五云照手下的人呢 给张大新呢 来个撂挑子 不辞而别 挂印器官而逃 敢张大新把任务布置下去 转过天来再找没人了 走了给我少一半 走啊 对了 你们不走啊 我还没法安插自己的人呢 这一下把他手底下四个将官全提拔起来了 他带着这人呢 头一位姓西 叫西松 第二位姓平 叫平常 这二位是西松平常 二无言 还有是清哥俩 姓贾 名字太好了 名字叫仁义 一个是贾人呐 一个是贾义 贾人 贾义 西松平常 这四个是张大新的心腹之人 张大新哥就跟这四个人说了 你们下去就一个字 漏啊 给我漏钱去 敛财啊 他在哪儿当官 也是这套 贾西松平常 假仁假义 这才叫作威作福 鱼肉百姓 那个南洋官的呀 穷乎人甭提 就是有钱的这些个身董 这些个富商 都跟着倒霉 家捐派税 三天两头的交钱 走的街上碰上官人 不打招呼 拐胡同跑了认便宜 走一对脸一打招呼 老爷 拿钱 拿什么钱 捐 我交了捐了 什么捐呢 道路捐 车捐 船捐 梁捐 牛捐 马捐 小的我都交了 都交了吗 家里边有捐条 交完捐有平等啊 给捐条啊 哦 没要那个捐 您要什么捐呀 要瞪眼捐 什么叫瞪眼捐呢 刚才你瞪我一眼 交捐 走马路 走对俩 瞪他一眼都交捐 您琢磨琢磨 有多少钱给我交的 在南洋的老百姓 实在啊 混不下去了 全跑了 谁愿意跑啊 背井离乡 跑也不远跑 跑哪去了 都跑朱家庄了 那边说上朱家庄干嘛 好 感情啊 这些日子 张德路 朱灿梅闲着 真反了 张德路跟朱灿一琢磨 等大兵撤出南洋关 南洋关可就空虚了 而且新来的这张大新 这样的混账 这个官 老百姓实在是没法过生活 干脆带着穷哥们呢 咱们这回真造反 要闹好了 拿下了南洋关 咱们就有一块自己的地盘了 这个朱灿当然 他是没有什么知识 也没有什么作为 架不住这张德路有头脑 暗含着一给出谋划策 还真就成了 打这说招来很多的穷人 顺南洋关跑出了这人 那一百多里地全都投了朱记砖 朱记砖倒有的是地方 这就算把大伙养起来 轻壮力全都拿着家伙 每天操练 怕南洋关随时派兵来脚 南洋关就这么收捐收税 收来收去收不上来了 张大新可不干了 张大新冲着假人假意 稀松平常一瞪眼 怎么这些人都不交钱呢 没法交了 怎么 敛不上钱来 南洋城以城一座死城 城都空了 人都跑了 跑了 跑哪儿去了 都听说跑到朱家庄去了 朱家庄 什么地方 一百多里地有个朱家庄 听说那儿有个老爷庙 特别灵艳 周苍显过圣 这个庄的里头有个活周苍 叫朱灿 南洋城的老百姓都跑到那儿去了 喝 喝脑 来呀 兵发 朱家庄 他问你 那儿杀了会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